第1626章 端倪 刺了 炭火灼烧的铁盘之上 新鲜的牛肉在油脂的煎熬中迅速地卷曲 变色 散发出阵阵的浓香 一只夹子在怀石的手中灵动地运转 自烤盘上轻描淡写地掠过 便完成了翻面 没有丝毫的粘连 稳准狠地估算着火候 然后在火候抵达完美的瞬间 一片片牛肉便清零地从烤盘之上挑起 飞跃 整齐划一地落入了烤盘之中 姿态之优美灵动 火候之绝妙精准 乃至宛如艺术一般的把控 已经令后处理悄悄探头出来观望的大厨 感动落泪 不愧是新一代的当事雏魔 不愧是陷阱之太医 炭小仙如之大国一般的雄魂气魄 实在是令人心辙 倘若换个其他的地方 他已经忍不住想要鼓掌赞叹 兴奋呐喊 可偏偏坐在正对面的时刻 似乎并不买单 甚至还翻了个白眼 行了行了 别秀了 傅一夹着蘸料中的烤肉 兴致全无 吃个自助烤肉怎么跟吃什么罗马菜一样 一点气氛都没有了呀 这不显得您地位高吗 怀师得意地挑了挑眉头 地位 傅一冷笑 在您跟前我能有什么地位 所有人都放假的时候 部门集体加班干活就算了 大家干得好好的 忽然我这个新人 就被现金太医耗出来吃饭 你知道我同事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吗 你就说吃不吃吧 肉还堵不住你的嘴 怀师翻了个白眼 又给他盘子里加了一大块 你们坚默者内部 都有职场霸凌的吗 霸凌倒是不至于 大家都是白银之海的维护者 灵魂专家 不至于连自己的状态都调整不好 如果有一天 连坚默者内部都开始 像是统侠局一样 互相倾压勾心斗角了的话 那陷阱差不多也早就完犊子了 傅一停顿了一下 神情复杂起来 但职业病可一点不比其他地方少 比方说 本能地对身边的人进行测写和分析 寻常的心理专家也就算了 偏偏这帮家伙 每个人都是白银之海里海量变化 和隐患处理堆出来的怪物级测量者 一个个分析结果 都准他妈的吓人 而现今赋予了他们这么重大的职责 和这么伟大的力量 他们却最喜欢用在互相吃瓜上 每天活在一群怪物同事的视线里 萌心负一 只能瑟瑟发抖 然后 再悄悄地看回去 只能说 这一次回去 注定要成为热点了 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瞥了一眼桌子另一边专心烤肉的怀尸 你呢 你就真的什么都不管了 陷进毁灭者阁下 这几天以来 有关怀尸的那一份提案 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所谓的天国计划 毁灭一切之后 再造所有 可对大部分人而言 重生遥不可及 可毁灭却尽在咫尺 本能地 为排斥这么离奇的方案 被冠以这样的名头 也并不奇怪了 再阴谋论一点的话 说不定怀尸这狗东西 都要变成深渊派来的探子 王国和雷霆之海的二五载了 而另一场波澜变成风暴的直接原因 便是几天前凌晨 存续院针对天国计划做出的 可实施性验证报告 简简单单一张纸 加起来不到一百个字 去掉抬头前锥落款和时间日期之后 只剩下关键的一行 两个字符 可行 这便是砸进全境会议中一块巨石 不 称之为小行星也不为过 这么匪夷所思的狂妄计划 竟然真的具备可行性 你开玩笑呢 在后续 所有架空会议室里的文员和专家们 所出具的报告中指出 目前的天国计划 依旧太过粗糙和疏漏 距离彻底的完善 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在其中 罗列出了超过16个射击全境的大象 数万个技术难点 和更多因此而带来的问题和麻烦 听上去很耸人听闻 可实际上 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恐怖故事了 才这么点问题 你确定吗 第四工程 天国计划的问题确实多 但多和少总是相对而言的 看和谁比 纯粹一可执行性衡量 在所有计划里 这已经是排行前三的那一档了 只能说 理想国还是那个理想国 就连发颠都发得这么行云流水 姿态优雅 遗憾的是 目前各方依旧没有 对此进行过表态 受到最多赞同的主流决策 还是罗马和东夏的重铸计划 以及更多的探讨 甚至 将整个陷阱划分成五层加新饼介域 各界封闭管理的封锁计划的热度 都比天国计划要高不少 但这也只是表面 在这个结果眼上 没有人会在没有任何把握的前提之下 进行表态 所有人都这短暂的沉默中思考 观望 亦或者是抉择这自身的未来 对此 傅一深有体会 这些日子以来 整个伦敦在白银之海的投影 都在好像沸腾一样的不断扰动和翻涌 集体性狂热和偏执屡见不鲜 因此 而酝酿出的冲突和矛盾更是不断 说怀师一屁股坐在暴风眼里 也丝毫不夸张 周围的一切 看似风平浪静 实则惊涛海浪不休 一步行插踏错 那便要面临 因自身的狂妄和激进 所带来的反噬了 可偏偏 在这么麻烦的时候 有人却不疼不痒 不慌不忙地 忽然开始划起水来 甚至还有心思找上老同学一起吃烤肉 这反而让原本打算有所动作的反对者们 犹豫和迟疑了起来 难道是放弃了 还是说另有图谋 亦或者是惊涛海浪浮于眼前 而面色不变 镇定如丝 实在是难以揣测 好像看到另一个年轻版的老王八 可实际上 怀师只是单纯的 想要吃烤肉 仅此而已 会议还没结束呢 所有人都吵成一团了 急什么 他淡定地抬起手来向着服务员 啊 这个胭脂梅花肉 请再来一份 拯救世界 救什么世界 吃肉最重要 狼吞虎咽 反而是吃饱了的 富一撇着他饥饿的样子 眉毛缓缓挑起 总感觉 你最近似乎虚了很多啊 有吗 怀师摇头 我精神百倍好吗 富一没说话 只是看了一眼餐桌边缘上那个 还印着理想国 logo的保温杯 以及 里面热气腾腾的枸杞 你还说你不虚 啊 这 怀师想了半天 只能回答 你看杯子都有了 总得泡点什么事吧 是吗 富一越发好奇 总感觉你在试图演示什么东西啊 看着怀师那标志性的傻样 肩默着捏着自己的下巴 满怀不解 心理状态的变化 也有些奇怪啊 好像释然和满足 但又和之前的不一样 焦躁感也在冒头 偏执的程度虽然有所回转 但决心方面 好像更加坚定了一点 他眯起眼睛仔细观察 可太多的神性干涉 以及奇迹的干扰 只能无奈摇头 要不是你 每天都活在聚光镜下面 我几乎要怀疑你酒池肉铃 夜夜升歌了 啊这 怀师欲言又止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确实 没等他说完 富一就被逗笑了 乐不可知 不好意思 没那种可能 好兄弟惋惜摇头 放心吧 哪怕世界都毁灭了 我依旧相信你单身的本领 怀师再忍不住叹息 我忽然很担心自己 在你心里的形象了 形象 富一看向了旁边 那不就是吗 在餐厅的角落里 一只几乎快有摩托车 那么大的巨型犬趴在了垫子上 正在埋头啃着盘子里 堆成小山的大骨头 叼起来仰头 一口炫一个 嘎嘣声不断 察觉他们的目光 便抬起头 仿佛明白了什么 但好像又什么都没明白 咧嘴邪媚一笑 舌头就从嘴边挂出来 简直 没眼看 怀师无脸 这形象还不如没有呢 在这短暂的安静之中 只有窗外的雨声 乃至 某种令人牙根发散的风鸣 来自伦敦的最中心 那宛如巨塔一般 拔地而起的庞大结构 贯穿了厚重的阴云和雨幕之后 自轴心之中 一个个巨大的环节 缓缓地运转 回旋 恐怖的温度 自塔顶宣泄而出时 就好像鲸鱼在纵身高歌那样 喷勃出一道道耀眼的白气 海量的源质 自统辖局的通路之中 向内汇聚 无时不刻地催动着其中的变化 仅仅是泄露出的余温 便已经令整个伦敦的平均温度 提升了6度 现在 一整个城市 都已经变成了它的散热模块 和供应机构 以维持着那其中 所进行的模拟和运算 再生计划的沙盒系统 依旧在运转 为了对各个方案和计划 进行模拟和运算 统辖局调动了全境的验算机构 和超巨型的运算设备 最终构成了这一堪称奇观的 超巨型试验机 源自各个普系的重要设备 几乎都串联在其中 包括罗马的密尼瓦系统 和东下的纯军外显 埃及的九株构架 俄联的三项矩阵 整个过程 由统辖局的各个支部作为协调 最终组建完毕 哪怕是刻意地 对各个下属机构之间进行了分割 甚至没有中央决策式居中协调 如今的统辖局 已经还具备着恐怖的效率 在短短的四天之内 便已经完成了这一庞大创造 令所有人都为之扎舌 而它的出现 则标志着全境会议 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在经历了诸多采纳和收集工作之后 迈入至关重要的验证环节 全境会议需要有一个结果 也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这是所有参会者的共同期愿 没有人想要面对一个 瀕临毁灭的黑暗未来 也没有人能够拒绝阳光下的幸福生活 正因为如此 才需要苛刻的筛选和抉择 都这时候了 你不再努力一下 副一撇着这个吃完之后 开始踢牙 摊在椅子上 好像咸鱼一样的家伙 好歹游睡工作 别落下吧 怀石想了一下 摇头 都努力过了 不想努力了 这几天以来 他的工作根本就没有停过 在各个地方连轴转的赶场 和一个个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见面 许诺 探讨 辩驳 领受嘲弄 忍受 亦或者还以威慑 只能说心力交瘁 我没活了 怀石摊手 再这么下去 我就只能批发几箱打火机去见人了 该许诺的 他已经许诺出去了 该保留的底线 还留在他的手中 他能做的 就只有这些了 至于其他的工作 为什么不交给万能的副校长呢 哦 现在已经是校长了 就在昨天凌晨两点钟 理想国的新任内务主管 天国普系的副长 向牙之塔的校长 埃萨克先生 抵达了他忠实的伦敦 大概 在确定了陷进校区的建设事宜之后 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了伦敦 并第一时间 从怀石手里 接手了剩下的事物 但竟满满地投入到了 崭新的工作之中去了 现在的怀石 总算是体会到了 曾经罗素的愉快和舒爽 毕竟 谁能拒绝一个擅长广泛 经验丰富 效率惊人 执行力高到令人发指的金牌副手呢 有了埃萨克来到伦敦 怀石便终于从各种繁杂的工作里解脱大半 能够稍微放松一会儿了 遗憾的是 放松的时候也并不多 就在吃完之前 怀石便听见了手机震动的声音 紧急全线绕开了静默模式 嗡嗡作响 他愣了一下 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来又得加班了 正常正常 副一淡定地摆手 盲点挺好 总比一脸装模作样的不在乎 结果摊在椅子上 找老同学吐苦水墙 解压时间已经结束了 怀石该面对惨痛现实了 以及 别忘记买单哦 我可没带钱 我送你 怀石问 我叫了车 这边距离不远 副一抬起手 指了指已经停在了窗户外面的出租车 回见 回见 怀石刷过卡之后 推门而出 身影匆匆地消失在了鱼幕之中 餐厅角落里 只剩下副一坐在位置上 并未曾离去 他捏着吸管 缓缓地搅动着杯子里的冰块 似是沉思 地上的狗子茫然地抬头 仿佛嗅到了什么异常的气息一样 又下意识地 把头又埋了下去 装作不存在 自漫长的寂静里 副一凝视着怀石原本坐的位置 就好像 那个身影还坐在那里一样 许久 眉头缓缓皱起 不对劲 他的动作微微一顿 再次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有坏东西 第1627章 七望 怎么回事 什么鬼 搞什么 你们罗马是不是在玩一种狠心的东西 怀石抵达罗马会馆的时候 一脸茫然 喧嚣繁忙的会馆 人来人往 庄重的旋律 演奏之中 所有受邀而来的客人们 在这一座皇帝的华丽行缺 享受着热情接待 看不出任何仓促的迹象 也没有任何的疏漏和差错 一切好像 都沐浴在柔和的暖风之中 闲事安宁 不由的嘴角挂起微笑 哪怕只是皇帝一个小时之前 拍了拍脑门 忽然说了一句 我打算退位了 你们准备一下 那么一个小时之后 一切就要变成皇帝陛下所需要的模样 正因为如此 怀石才难以理解 就在举行仪式的大殿里 人来人往 一片喧嚣和繁忙 如同什么新春佳节举办宴会一样 怀石甚至感觉 再过一会儿 提突斯会从帷幕后面走出来 朝着观众们大喊一声 我想死你们了 你们这是在搞什么 他拽过了福尔干 压低声音问 认真的吗 陛下的决定 从无谬误 命令发出 作为仁臣 一定要十二万份郑重地去执行 哪里有什么不认真的说法 披着传统长袍的 福尔干不解的反问 退位 怀石瞪大眼睛 这个结果眼 在陷阱兵临崩溃的时候 作为罗马普系之主 罗马的皇帝 陷阱有数的同龄者和决策者 若大罗马的化身 竟然撂挑子不干了 退休了 不是 你们罗马还有到点下班的传统吗 既然陛下做出决定 作为臣子的 也只有执行 我理解 你着急的原因 但放心 全境会议不会因此 而受到任何影响 福尔干说 这只是罗马内部的更替而已 没什么可担心的 怀石还想要再问几句 可作为这一场典礼的重要成员 福尔干却没有时间再聊天 只能将他安排到了他的位置上 之后便匆匆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只剩下怀石茫然地坐在椅子上 环顾四周 他好像是来得最早的那个 就算想要询问一下具体的内情 都无人可问 可就在迷茫之中 却看到不远处的马尔斯 端着酒杯 向着他招手 退役之后的军神 已经不负曾经的冷力和肃然 看上去一脸和煦慈祥 看来退休之后的钓鱼生活 确实养人 只可惜 看上去越发的苍老 白发稀疏 明明只是一两个月没有见 我是否应该称您为怀石阁下 马尔斯促霞一笑 毫无间隙地为怀石递上了一杯酒 满怀着愉快地拍着他的肩膀 我听说了 那件事 干得不错 他说 比我强 那一把剑 终究是交托 到了适合他的人手中 再没有什么 比这更令他感到欣慰的了 机缘巧合罢了 换做事 你也不会有任何犹豫 说不定做得比我更好吗 怀石回答 反倒是我 应该谢谢这个机会才对 只是挑战 又何其简单 机会 是马尔斯让给他的 而为此兜底的是罗素 而最终击退大军的 却是法老王 他所实现的 只不过是自身的意义 做出牺牲的 却不止自己一个 倘若不是你的话 又有谁能在那时 阻拦在大军的前面呢 马尔斯摇头 心进火船 一代有一代的职责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使命 就是这样的道理 也不必觉得震惊和遗憾 陛下也是一样的 怀石沉默了许久 低声问 为什么会这么快 马尔斯沉默了一下 看了看旁边 轻声说 两天之前 存续院的检查 陛下体内的静火 有蔓延的趋势 压制不住了 怀石愕然 灰烬巨人所留下来的重创 当陷阱三大封锁失控 天命散乱 玄鸟无法再封锁深度的时候 坠落而下的灰烬巨人 终究未曾能够抵达战场 在深度之外 助力在灰烬巨人前方的 正是提图斯 怀石没有精力 去关注那边的战场 只知道自玄鸟的辅助之下 灰烬巨人重创 再度坠入了深渊 而提图斯的身上 也留下了无法熄灭的火焰 在灵魂和肉体之上 亦或者说 那才是灰烬作为巨人的本质 不将一切 烧尽势不罢休的疯狂 可渴望将一切有价值之物 都汇聚于火焰之中的贪婪 倘若是无意义的东西 那么灰烬不会投来任何的目光 倘若是毫无任何价值的对手 火焰甚至无法点燃 寄托在提图斯之上的火焰 来自灰烬的渴望 渴望他能够拥抱这一份力量 成为真正的巨人 渴望他能够继续和自己的争斗 哪怕自己被他的火焰反过来烧尽 这并非是诅咒 而是一份邀约 无法拒绝的邀约 马尔斯说 再这样下去的话 罗马的威权和修正值 可能都会被巨人之火所玷污 为了罗马 陛下不得不卸下重担了 可之前不是说控制良好吗 怀师难以接受 怎么会这么快 世上的事情 总非人所能预料 马尔斯摇头叹息着 没有再继续说什么 察觉到不远处走来的侍者 最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陛下来 召见你了 怀师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自己去问他吧 侍者在他们的旁边停下脚步 恭敬地传达了来自皇帝的传唤 带着怀师来到了距离会场不远的会客室里 在露台上 披着传统长袍 头戴黄金之冠的提图斯 和客人谈笑着 开怀畅饮 而谈话告一段落之后 来自统侠局的访客 便礼貌地告辞离去 尽可随意吧 不必声说 提图斯举起了酒杯 细血一笑 仔细想来 这可是 你成为天国书记官之后 我们第一次会面呢 是朕的接待 让你有所不满吗 何故如此表情呢 怀师 哪里的话 怀师摇头 想了一下 无奈轻叹 只是 一时有所触动 就在他的面前 提图斯随意地靠在自己椅子上 可透过紫色的长袍 隐隐却能够看到 他胸前的裂口 乃至肺腑之中 隐隐明灭的火光 丝丝缕缕的灾恶气息 从其中飘出 带来了宛若熔炉一般的 恐怖温度 察觉到怀师的视线 提图斯满不在乎的一笑 扯开了长袍 赤裸的上身之上 那惨烈的裂口 越发地清晰和猙獰 任由他观看 这一份悲伤和忧虑 朕确实是感受到了 倒是比存续院还要来得 更加真情实义一些 皇帝咧嘴 翘着腿点头 作为友人而言 你倒是更甚罗素 那个老东西良多 振兴甚畏啊 怀师实在不知道 这话怎么接 只能揉了揉眼睛 移开视线 为何恶化的程度这么快 前些日子见面时 不还在压制的范围内吗 没什么 只是累了而已 提图斯举杯 在试者倒满之后 将烈酒一饮而尽 长出了一口气 就连呼出的酒气中 仿佛都带着青色的火焰 灰烬这东西 实在是烦人 不过是打了一场 便如同狗皮膏药一般贴上来 挥之不去 到现在还在阵的耳朵边上 不停地呼喊邀约 笔被蛮夷 无理至极 唯一值得称道的 也只有这点酒品了 说着 提图斯再度举起一杯酒 浇进胸前的裂口之中 令那动荡的火光 仿佛也引进了美酒一般 陷入了暂时的沉寂 可在神之眼的观测之中 怀师却能够看到 那渐渐在灵魂 最深处蔓延开来的恐怖温度 宛如黯然的柴星一般 悄无声息地扩散 一旦这一份火焰真正地冒出时 不论是什么样的水 都难以熄灭了 失控已经近在眼前 他无声叹息 真丢人啊 对不对 提图斯沉默了片刻 苦涩一笑 如此至关重要的结果眼上 竟然要缺席了 着实不堪 同样是为陷进所做出的牺牲 有何不堪之有 怀师反问 陛下未免对自己过于苛责 我本来 还能坚持的 提图斯看着露台之外的景色 笼罩在雨水中的城市 好像自言自语 本来还说 世界艰难 我还可以熬摇 熬个几十年也不在话下 我能挺过去 所以没有关系 他沉默了片刻 忽然轻声一笑 可看到你的计划之后 却不知为何却松了口气 怀师呆滞 僵硬抬头 难以置信 人的本性真是丑陋啊 怀师 提图斯感慨 不论多么坚定的决心 一看到那么一点点侥幸的可能 就会下意识地 试图想要去逃避职责 想要将希望寄托在其他人的身上 即便是朕也没办法避免 甚至 还会有所嫉妒 他回头看过来 看着怀师 郑重地问 拯救这一切 挽回这一切的 为何不能是我呢 怀师沉默 许久 苦涩一笑 难道如今的天国计划 如今的理想国 不正是因为罗马的支持而成吗 安慰人的话 就不必再说了 朕还没有心胸狭窄到 需要别人来开导 提图斯无所谓地摇头一笑 充其量 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只是看到可以退休的机会之后 就累了而已 他对怀师的计划 对于未来的天国 发自内心的 抱以信任和期待 正如同他信任马库斯一样 信任着这个马库斯 所选择的传承者 在那之前的 是难以言喻的愉快和轻松感 当察觉到 即便是没有了自己陷阱 也不会倾倒 这这个世界 不会在自己死后 洪水滔天之后 便再没有了煎熬下去的力气 他累了 面对疲惫的皇帝 怀师的话 再也说不出口 哪怕是他愿意不惜代价地 使用太医的威权 协助他压制灵魂内的近火 恐怕提图斯也不会愿意 更不想领受这一份恩情 放心 你的计划 罗马会投赞成票的 额连也还 天竺的话 不会违背大流 提图斯饮着烈酒 继续说道 至于东夏和美洲那边 羽蛇可能会狮子大开口 但只要让他看到 天国计划有成功的可能 就不会阻拦 恐怕最难的 就是玄鸟那个老家伙了 他自己心里打定了主意 就不会动摇 就算你把他家的小姑娘 拐到手也不行 他细血地瞥了一眼怀师 你就自己去努努力吧 怀师无可奈何地点头 甚至没什么反驳的力气 他本来以为提图斯的退位 将会对天国计划的通过 造成预料之外的冲击 可却没想到 一直到最后 提图斯还送了自己 这么一份大礼 甚至没给自己偿还的机会 或许 这便是作为皇帝 给罗马留下的遗产之一吧 行了 不能饮酒的话 就不要浪费朕的时间了 后面还有人在排队呢 提图斯最后挥手 大笑着送走了怀师 迎接下一位客人 而接下来的流程 变成临时急救张 但又没有丝毫谬误 和疏漏的仪式 旧皇的退位 新皇的加冕 就在所有人的见证之下 提图斯摘下了自己 灰光万丈的头冠 戴在了继承者 戴基乌斯的头上 罗马之众 交托其中 没有哀嚎和禁卵 更没有任何的不堪 戴基乌斯 依旧高昂着头 抬起微微颤抖的手 拥抱着自己的养父 最后一次亲吻着他的脸颊 肉眼可见的 他的面容渐渐衰老 自灵魂的重压力 迎来煎熬 可提图斯 却仿佛复返青春一般 面色红润 容光焕发 自卸下重担之后的 轻松畅快里 终于挺直了自己的身体 回光返照 而看到扒搭着烟杆的玄鸟时 笑容便越发猝暇 羡慕吗 当然啊 谁不羡慕呢 玄鸟由衷感慨 那就别硬撑着了 提图斯说 早点退休早点轻松 入土之前 你还能熬几年 还能熬呢 玄鸟摇头 回头看向自己 随同自己而来的后辈们 稍微停顿了一下 便瞪大眼睛 瞪向了那个和白弟子 站在一起的身影 直到怀师无可奈何地找借口 走向其他地方 才忍不住笑出声 不知道是得意还是自嘲 再熬一会儿吧 他说 他们也少熬一会儿 终究是要放手的吧 提图斯说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不可能让一个人做完 不要像陆屋一样 什么都大包大揽 玄鸟沉默了一下 遗憾叹息 可惜 我没有你这么洒脱 孩子们也还都差点火候呢 你不给机会 就永远差火候 但这种话说了 估计你也不听 普希之主当的 跟保姆一样 自讨苦吃 提图斯放弃了继续这个话题 不再继续 玄鸟问 接下来呢 有什么安排 还没怎么想好 不过反正便是饮酒作乐吧 这么多年了 还未曾这么轻松过 提图斯坦然一笑 去找几个朋友 聊聊天 跑一跑马 见一见曾经未曾见过的风景 有份邀请韩送来很久了 一直找不到赴约的机会呢 玄鸟沉默了 许久 感慨一笑 一路顺风 宴会结束之后 继位的新皇 向罗马全国发表昭告 新皇的时代正式到来 而退位的提图斯 从此再不曾在外界露面 甚至少有人知他的去向 同时 也给了诸多留言传播的空间 有人说他荒淫而死 有人说他被刺杀而亡 还有人说他被自己的继承者 戴基乌斯所囚禁关押 饿死在了牢房之内 到最后 都没有人愿意给他端一碗水 升华者之中 有人说他死在了存虚院内 被焚烧殆尽 有人说 他舍弃了原本的身体 以新的面貌继续存活 还有人说 他牺牲了自己的所有 成为了白银之海的注石 但不论流言如何扩散 提图斯都在未曾出现 没有人知晓 他的最后时光 是如何度过的 在退位的当天 他便已经离开了伦敦 去往营州 在黄泉比两板 搭乘着太阳船 抵达天狱堡垒 最后 借到天梯 去往了地狱的尽头 短短两日之后 他已经来到了离宫之前 喂 深渊的 我来赴宴了 风尘扑扑的旧黄摘下了兜帽 向着亡国之主咧嘴一笑 可还有酒吗 第1628章 酒与其 即便是离宫 也未曾有过如此难得的盛宴和狂欢 不只是除了绿令卿之外的酒清乐在其中 就连白蛇都难得地松了口气 哪怕是每日饮酒作乐都没关系 至少陛下没有一拍脑门 就开始下达各种要命的命令和政策了 前脚因为陈明所成上的贡品和美人龙颜大悦 免掉他们三年的血水之后 后脚就因为美人的一句娇称有所冒犯 便将刚刚还被恩赐的聚落全部涂灭 这种事情几乎是算得上常规 隔三差五的奇思妙想 更使令白蛇和最为悲惨的天公卿的血压 不断涌攀高峰 包括且不限于各种庞大的金属巨人 奇观和另一座不逊色于离宫的全新宫阙 乃至御驾清蒸雷霆之海和保湛血泪的灰暗时光比起来 现在的生活是多么愉快 哪怕白蛇自己都没想到过 有一天他会如此地感谢一个陷阱人 会猎 饮酒 宴席 决斗 如同一个收藏了满满一整个宫殿玩具的小孩子 遇到另一个上门的玩伴一般 枯萎之王兴致勃勃地引领着 这位罕见的访客游览着整个王国 甚至安排了六个诗人为他们的有赏创作诗歌 铭刻在石碑之上 甚至还创作出新的悲灵奇观 或许 这也和石碑最短的那个诗人 将会被处于弯魂之行有关 不止如此 甚至还慷慨地赐予了拜访者 不逊色于自身的礼遇和尊容 从未曾要求过对方臣服 意或者跪拜 而对方仿佛也理所当然一般 昂着头享受着这一份礼遇 斜眼披逆着 除了枯萎之王以外的一众铭固者 毫不客气 那张满怀着傲慢和得意的面孔 令人越来越不快 而现在 眼看着对方的身体 一日日地衰微和破败下去时 连白蛇也不知 究竟应该嘲弄还是惋惜 可这同样理所应当 渺小如凡物 不识天数 目光短浅 终将朽去形骸 怎能如地狱之王一般长存呢 啊 好像快死了 在欢宴的中末 依靠在华贵宝座上的提图 撕愣了一下 低头看着自己呕出的血色 灼红的鲜血中 带着恐怖的温度 星星点点的灰烬 从其中飘起 闪烁星红 怎么搞的 深渊的 你的剑还行不行啊 他伸手 拨弄了一下 那一把灌入自己胸膛的剑人 满怀不满 枯萎之王吃笑 凡物有穷 无从领受阵完整的威权加护 能延续十余日寿命 便已经是极限了 不过 如果哪个陷阱的终于想开了 愿意对真正的帝皇低头俯首 未必不能领受更多恩典呢 算了吧 提图斯想了一下 犹豫了许久 终究还是摇头 遗憾叹息 你又不是什么西式的角色美人 为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白白低一次头 也太不划算了些 说起来 我罗马往日 还有过数位女性皇帝 自容绝世 要是能往前早生个几百年 低一低头 倒也不可惜 枯萎之王的神情越发细血 难道低了头 便不做乱臣贼子了吗 提图斯大笑出声 昂首看过去 即便是这样 你也还敢留我这样的心腹大欢 在眼皮子底下吗 做了这么多年的明君 我可还没试过 霍国之辈的角色呢 朱卿勃然色变 眼神冰冷 可枯萎之王依旧淡然 只是不屑 那又如何 地狱之王再度端起酒杯 真正的皇帝 只要有一个就够了 陷阱的 朕之所造 难道是一两个野心之辈 能够动摇的吗 哦 提图斯好奇 难道大军那样的人物 你也不放在眼里 得益于胜利 沉浸于毁灭 所得到的便只有虚无 再如何强横 也无有剑术 哪怕是活着 也不过是种中枯蛊罢 他不屑地回答 如同宣誓真理一般 如何能同振的创造相较 提图斯想了一下 认真地看了看周围的景象 赞同的汉手 倒也不错 这般庞大的国家 着实是寻遍深渊 也找不到第二个 可惜 他停顿了一下 笑容越发得意 同振的罗马比起来 还是差了些 你所爱的 不过是昨日的泡影 枯萎之王摇头 他们的毁灭尽在咫尺 而你却看不到 他们消散在虚无中的模样了 或许呢 可我们的世界 依旧在闪耀灰光 不是吗 提图斯咧嘴 嘲弄得探头 端向着他的模样 那是独属于我的宝物 独属于我之臣民 和你半点关系都没有 他大笑出声 怎么样 深渊的 羡慕吗 嫉妒吗 亦或者 憎恨吗 枯萎之王撇着他得意的模样 却并没有反唇相激 只是不急不缓地 喝完了杯中的酒 起身 走到他的旁边 扶手在他的耳边 低声说了句什么 自寂静中 没有其他人听见他的话语 却令提图斯愣在了原地 那样的神情 从未曾从罗马的旧黄脸上出现过 先是迷惑 然后是愕然 最后再忍不住大笑出声来 即便是在呛壳中 呕出鲜血 只是 自始至终 眼瞳却只有悲悯 看着他 还能在意吗 深渊呢 当然 枯萎之王踩着桌子 坐在了他的对面 再度向着捶死的皇帝 举起酒杯 和他一起 一饮而尽 随着乐舞的旋律 和那得意忘形的客人 一起放声欢歌 直到美酒饮尽 丝竹断绝 提图斯手中的酒杯 落在了地上 连同那一柄 定着灵魂的剑人一起 丝丝缕缕的火焰 从逝去的形骸中生起 渐渐地 吞没了所有 照亮了地狱之王的眼瞳 只有最后的话语 自灰烬中生起 永别了 我的朋友 朋友 枯萎之王垂眸 俯瞰着杯中的残酒 摇了摇头 蠢货 皇帝是没有朋友的 可哪怕皇帝没有朋友 或许也会为同类的逝去 而惋惜吧 他为此沉默 寂静里 九卿静默着 匍匐在地 难以克制不安和战力 不敢抬头 可许久 却未曾有预想之中的怒火到来 白蛇 枯萎之王呼唤 沉在 苍老的载质西行上前 听见了皇帝的命令 为他准备一场葬礼 以我生前的规模去做 是 再然后 枯萎之王弯下腰 将落在地上的酒杯捡起 放在了干枯的长袍和灰烬之上 最后道别 此物与你倒是相衬 便送给你吧 遗憾的是 再无人回应 只有一缕生疼的灰烬 无声地飞舞着 落入了杯中 就这样 皇帝转身离去 孤身一人 啊 吓错了 午后的茶室里 想起了对异者的遗憾叹息 沉思之中的玄鸟微微一愣 事先落在棋盘上交错的黑白之间 不解地问 你不是还没落子吗 是啊 叶雪崖汗手 看着他 我是说你 玄鸟愕然 当他再度专注于棋盘上的时候 才发现 自己随手所下的一子 竟然埋下了败笔 就在二十余手之后 确实 下 他伸手想要将棋子拿回来 可叶雪崖的动作飞快 已经落下了白子 彻底堵死了 他悔棋的想法 得意洋洋 笑得那么愉快 可却对自己的老师 很下落手 这下 不是二十余手 是十二手了 但没关系 还有挽回的余地 叶雪崖想要乘胜追击 可必然要有所代价 对付自己这样的对手 到底还是稍嫌轻慢了 缺乏耐心 他挺直了身子 再度落下一子 令得意的对手 再一次陷入了漫长的思考 还嫩着呢 可当他再度沉思的时候 却听见了近在咫尺的声音 要走神了 老头子 玄鸟沉默了片刻 无可奈何的一探 确实 太少见了 你不是总说 你专制成来着 叶雪崖细血一笑 走神也够打你了 玄鸟再下一手 补充道 够打你两个 诚然如此 十余手之后 棋盘就再度变得混沌起来 走向南鸣 叶雪崖算到最后 无可奈何地 抓起一把棋子投出 认输 老东西就惯爱折磨人 每次找他下棋 就会刻意把局面引导到这种程度 然后用自己对大势的把控 压制着他的反抗 不断地折磨 下多了之后 就会火大 不完了 换一个 叶雪崖说 幻象棋 等你赢了 再说换游戏这种话 玄鸟笑了笑 将两色棋子拨开来 再度清空了棋盘 说 再来 太麻烦了 夜雪崖不快 和玄鸟进行这种游戏 才是最难受的事情 在前期要抢先下注 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双方不断地掘力的同时 又会让局面进一步地混沌 接下来就不得不摸黑向前 看不到结果的时候 不断地考量和猜测 刚刚还在为之得意的绝妙一手 有可能倒向全军覆没 相比之下 象棋就显得豪快爽力 丝毫不拖泥带水 赢就是赢了 输就是输 何必如此煎熬 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啊 玄鸟笑起来了 归根结底 这便是斗争的游戏 想要赢 勇气 智慧 决心 算力 缺一不可 可最至关重要的 就是任性 这是双方互相施加给敌人的折磨和痛苦 同时 也要想尽办法 给对方施加更大的压力 哪怕再怎么丑陋的骑行 能赢就要下 哪怕再看不到获胜的希望 也要不断挣扎 不到最后一刻 不能把休 他说 我希望你能适应的 就是这个煎熬的过程 越煎熬越好 叶雪崖拖着下巴 斜眼看他 我怎么觉得 是你每天累死累活 见不得我日子过得轻松呢 对 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 玄鸟微笑着汗手 看着他 神情和蔼 你下不下 老东西越来越缺德了 这算什么 静默者黑 叶雪崖无可奈何地抓起了棋子 再度被推到了棋盘的对面 只是 这一次 却没有之前那么礼貌了 废话不断 开始反过来 折磨自己的对手 遗憾的是 见效果一次之后 玄鸟便充耳不闻了 甚至叶雪崖刻意说起 某个天敌经常出门 去找新上人创造偶遇时 也毫无任何的动摇 宛若缠定 直到叶雪崖拖着下巴 漫不经心地问 你在筹那个天国计划 玄鸟捏着黑子 沉吟了许久 并不掩饰 是啊 你怎么看 叶雪崖紧随他其后落子 步步紧逼 异想天开 离奇荒诞 玄鸟淡然地回答 即便有可能实施 但依旧充满理想国的风格 胜则全胜 败则全败 七十年前 他们输过一次 差点将陷阱推向灭亡的程度 七十年之后 又想要重新再来 他说 我为此而恼火 这里就咱俩 你说话不客气 一点也没关系 叶雪崖咧嘴 你一定在骂赌狗了 玄鸟瞪了他一眼 下棋 叶雪崖落子 正如同他所说的那样 这样如同倾家荡产的 豪赌一般的计划 从一开始 就不在玄鸟所能赞同的范围内 他所欲求的是平静安稳的现在 有条不稳的未来 所想要的是 一步步脚踏实地地去获取胜利 而非火箭一般的跃升 缓则缓矣 但绝无一息陨落之忧 玄鸟落子 一笔之毛功笔之盾 开口问道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办 叶雪崖沉默 不知是思考棋盘的局势 还是自己的回答 许久 再度落子 我也会煎熬 比你还难受 但最后 大概率会同一把 玄鸟反攻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叶雪崖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就全没了 陷阱毁于一旦 世界毁于一旦 自己的所爱和所有 尽数毁灭 葬送在其中去 夸负那个没脑子的 混沌那个闷骚 小白那样的傻白甜 地厅那个吃瓜狂 穷奇那样的酒友 圆照那个 越来越省心的小家伙 还有表姑表直 堂叔堂姐 东夏 东夏普系 社保局 应天府 燕京 精灵 白蓝地 威士忌 绍兴的黄酒 一周的火锅 金门的煎饼 包包 化妆品 高跟鞋 裙子 免税商店和快餐折扣券 全都没了 而自己 只不过是其中 微不足道的之一 他无声叹息 玄鸟笑了 你开始适应煎熬了 还要适应多久 夜雪崖问 适应到习惯为止 玄鸟落子 如果重铸计划能够完成 同样掠取深渊的精髓 现今至少可以支撑 一千年以上 我们可以不必冒着 失去所有的风险去赌博 你们也可以有安稳的未来 一千年之后呢 夜雪崖问 百年一代的话 东夏普系 已经换过了九代 哪怕我像你一样 一代熬一代 九代之后怎么办 老头子 你难道能代替 九代之后的人 继续去煎熬吗 玄鸟想了一下 汗手 倒也不是不行 假话 骑路乱了 夜雪崖猛攻冒进 孤君深入 只是问 如果错过了这一次 将来你会后悔吗 玄鸟没有回答 沉默的落子 寂静里 只剩下了落子清脆的声音 如同稀疏的雨水 落入沉寂的湖中那样 掀起涟漪 在无声的叹息里 如果我更强一些就好了 玄鸟说 就不必让阿海 让老夫还有你们那么痛苦 这是几十年来 一直藏在心底的话 哪怕是堂堂玄鸟 也会有这么不像样的软弱模样 夜雪崖学得确实很快 比他还要快 他已经开始感到痛苦了 那何妨更煎熬一点呢 夜雪崖忽然说 做个决断吧 老头子 对的错的都没问题 玄鸟落子的动作 微微一致 如果错了呢 那就错了呗 夜雪崖反问 难道我们会怪你吗 难道你应该再做更多 不论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不论迎来的是天国计划的失败 还是重铸世界的痛苦煎熬 整个冬夏普系 都不会有人 对玄鸟有任何的责怪 无需去发问 这便是所有人的共识 唯有玄鸟 有资格做出这个选择 除了玄鸟之外 谁都不可以 如何煎熬我已经学会了 老头 夜雪崖第二次抓起了一把棋子 撒在棋盘 盖住了渐显颓尸的黑子 微微一笑 带我重温一下当断则断的课程吧 玄鸟沉默着 看着他 还有他所创造在棋盘之上的混沌 伸手 将棋子一眉眉地捡起 将它们放回了罐子里 让一切重归明朗 无声一笑 那就来一盘象棋吧 他说 两个小时之后 夜雪崖恼羞成怒 掀猪儿去 象棋他也没下过 第1629章 表决 两天之后 现金会议第四次全体表决开始 表决结束之后 所有参会者代表整个陷阱 否定了飞升计划和若干眼生相 改造躯壳和灵魂 必然将会扭曲人类的本质 不论是从原质还是从金属 完成飞升之后的人类 或许已经变成了 曾经陷阱之人的激变亚种了 改过一次之后 就会屈从于现实 改第二次 这么下去 恐怕过不了几百年 整个世界都会面目全非 彻底定死这一方案的 是来自存续院的报告 上千个经过六次改造之后的人类 其中绝大部分都变成诡异的肉团 或者触须 亦或者是更加诡异的存在 思维和意识已经不复以往 更重要的是 已经渐渐地具备不同的毁灭要素特性 再这么下去 全人类恐怕集体 都要预定个存续院包间 变成要素兵器了 又过了四天 陷阱会议第五次表决开始 正式否决了分界计划 将整个陷阱分为五层 内外隔绝 维持核心稳定 虽然行之有效 但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弊病 一旦外层被深度所侵蚀污染 那么甚至无法挽回和驱除畸变 并且 将对陷阱的社会结构 产生不可逆的破坏 经过了六百年的演变之后 绝大多数人类 将在深度侵蚀之下 转变为混种 极少数的唇血收缩在内环之内 将作为支配者 肆意地掠夺 主宰外环的所有 依托界层而产生的阶级 将让整个世界 变成不折不扣的人间地域 又过了两天 轮流承担侵蚀的循环方案 也被正式否定 在紧接着的全人类 蜕变为升华者抵抗歪曲的超凡方案 也被推翻 自争吵 辩论 角逐之中 上万种方案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提出 绝大部分荒诞不惊的计划 甚至还派不上会议去 过了一遍杀和模拟和验算之后 就被抛入了档案室里 可就在架空会议室里 近乎静止的时光里 无以计数的文员和学者 也在以恐怖的效率 出具着分析和报告 到现在 只剩下了数十份 经过验证的可行方案 还摆在所有人的面前 但在所有参会者看来 或许最终的可选项 只有两个了 重铸与天国 除此之外 其他的计划或多或少 都具备着无法并出的缺陷 要么是太过于复杂 要么就是太多的不确定性 和难以实现 以及同样的代价高昂 相比之下 重铸计划是最为稳妥 和立竿见影的方案 所消耗的代价 还在所有人的承受范围内 而天国计划 则具备着其他方案 难以企及的前景 美好到如同梦幻 至于代价 没有代价 当你决定舍弃所有的时候 就不会在乎这么一点代价了 同样 这才是所有人 持除和犹豫的原因 哪怕经过存续院 印证的可行 可那样的未来 却太过于遥远 一旦失败的代价太过于惨烈 以至于难以下定决心 倘若槐师巧舌如簧地去许诺和鼓励 哪怕是欺骗都没有关系 一定会有很多人 冲着那样的未来 投下赞同票 可遗憾的是 并没有 从一开始 他就没有掩饰和隐藏过任何风险的存在 甚至 从未曾劝导过任何人 赞同自身的方案 只是等待 等待他们自己 做出那个选择 是否成为自己的救世主 可正因为如此 才会如此煎熬 这注定是一场赌博 可他却期望 有更多人心甘情愿地 和自己一起上赌桌 而自始至终 都沉默着的各大谱戏 更令这近乎窒息的氛围 变得越发地沉重 不知道多少观望者 在会议结束之后 都忍不住摔个碗骂巨娘 就算是投票 你们起码带个头 透个疯了 哪怕是只是个小卒子 出来唱一唱反调 让大家稍微明白一点呢 哪怕是早已经习惯 可依旧难以忍受 每次开会时候 所有人都板起一张丝马脸 坐起来 真字卓句地 去不断地揣测 伪装 试探 反试探 如同摸黑走夜路一样 简直煎熬 就这样 煎熬了半个月 就在大部分人 快要绝望的时候 识破天经一样的 重量级消息 砸在了会场之中 六大谱戏之中 东夏居然率先放弃了 原本重铸的主张 转而向天国计划表 露出支持的态度 未等其他人反应过来 罗马便遵循先皇之一命 同样表达了支持 紧接着是俄联和美洲 埃及 最后 反应总是慢一拍的天竺 也表达了赞同 一日之间 六大谱戏 便已经全部缩哈 此起彼伏的风波 所带来的狂澜 已经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难以反应过来 大家知道 你们在沉默着憋个大的 却没想到 他妈的这么大 疯了吗 加大业大的六大谱戏 竟然率先在天国计划上 压下了全部的身家 以至于 原本无比坚定的反对派们 都有所动摇了起来 就好像最了解你的 永远是你的对手一样 为了反对天国计划的实施 诸多反对者们 已经通过各种方式 拿着放大镜 对天国计划的每个瑕疵 进行了指摘和抨击 也正因为如此 才更加清楚 那样的前景 究竟有多么的广阔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赌博 要么全胜 要么全输 可当越来越多的人 去相信胜利的可能 这一份信心 便会感染更多的旁观者和犹豫者 令他们鼓起勇气 做出最后的决断 喧嚣的会场之外 就市政厅前面的广场上 一群灰色的鸽子惊奇 羽翼的影子掠过了老人的白发 玄鸟坐在长椅上 正正出神 把泡点了之后 就跑到这边 来喂鸽子 羽蛇坐在了他旁边 咧嘴一笑 这里可是网红景点呢 要不要我帮你拍照打个卡 已经拍过了 来伦敦第二天 就被家里的小孩拽过来玩了 还比了心 玄鸟伤脑筋地叹了口气 养鸽子养到自己 都快变成鸽子了 怎么还这么喜欢外面的 羽蛇笑容越发细血 我看他喜欢的 可不只是外面的鸽子 玄鸟瞥了这家伙一眼 酸味太重了 收一收 说话注意点 羽蛇恼怒 我们家丽姿 可是差点有孩子的 对啊 玄鸟点头 差一点点就能拉手手了 真可惜哦 不跟你说这个了 跟着小孩似的 羽蛇摇头 不跟他斗嘴了 低头 点燃了嘴角的雪茄 深吸了一口 依靠在长椅上 手臂搭拉着靠背 惬意地晒着太阳 享受着这久违的宁静氛围 天气真好啊 他眺望着蓝天白云 轻声感慨 好久没出过太阳了 玄鸟赞同汗手 可太阳一直都在 蓝天白云也一直都在 美好的风景和 宁静的氛围也一样 只是他们根本无暇去看而已 此刻抛下会场 坐在这里时 竟然有一种囚犯放风一般的错觉 却偏偏又感觉如此畅快 真想好了 雨蛇轻声问 是啊 想明白了 玄鸟点头 总要赌一赌的 对吧 自从下完那一盘棋之后 他就一直在思考 可真正动摇他的 并非是叶雪崖的话和劝慰 而是学生陪着自己 进行一局又一局游戏时 那无可奈何的模样 他已经煎熬一辈子了 甚至从不知何时开始 习以为常 可当他确定 叶雪崖已经快要准备好 从自己手中接过重担 确定他能够继续煎熬下去时 却开始动摇了 现在 那个机会就摆在他的面前 可以让孩子们 不再像自己一样 他又如何能不心动呢 等天国计划结束 我可能就要卸任了 雨蛇忽然说 嗯 雪鸟微微愕然 这么快吗 是啊 雨蛇点头 想了一下 看着提图丝撂挑子 走人那么爽快的样子 就羡慕了 你呢 要不要一起 我就算了吧 雪鸟想了很久了 轻声笑了起来 能熬一会儿的话 就再熬一会儿吧 雨蛇也笑起来了 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们都在没有说话 沉默地享受着此刻的静命 清风吹来 阳光依旧 一周之后 第十六次全境会议表决开始 针对陷阱之存续 世界之未来 是否采纳天国计划 并予以执行 在整个陷阱的见证之下 秘书长玛丽昂 亲自负责统计 完成最后的唱票 92%的赞同票 8%反对 就在连呼吸都停顿了的寂静里 他盖下了统辖局的印章 以此证明表决之效力 方案通过 有那么一瞬间 肃然的会场 仿佛迎来了山崩 不知多少人兴奋地挥手 呐喊 彼此拥抱 却不知 究竟是在庆祝这漫长折磨的结束 还是庆贺全新的未来 狂热和喜悦的氛围 在瞬间传达了整个陷阱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见证者的面前 在一张张被抛上半空的书页之间 额联的代表叶卡杰琳娜 也长出了一口气 轻叹着回头 看向身旁 恭喜你 怀师 你赢了 赢的不是我 叶卡杰琳娜女士 怀师平和一笑 我应该感觉庆幸才对 这个世界做出了理智的决定 不论善恶 不论野心勃勃 或者淡薄高远 甚至不论出生和年龄 能够代表身后所属的力量 来到这里参与会议 并进行投票的人里 并没有一个是无能者和蠢货 在这种涉及世界之存续 和人世之未来的关键问题之上 也没有人愚蠢到 去用私欲去衡量一切 这才是如此匪夷所思的计划 能够通过的关键原因 所有人都渴望着一个未来 一个安宁和平和的未来 即便是那样的未来里 或许很快就会有新的纷争涌现 可至少不用在 如同现在这边 没数着倒计时 等待灭亡 喧嚣的会场里 怀师微笑着鼓掌 献上赞叹 见证着人世 救赎自身的模样 这样的世界 并不需要什么救世主的存在 第1630章 明语气 雷声轰鸣 阴郁的云层之后 电光驰骋而过 明明是白昼 可海面之上 却一片阴沉 看不到任何的阳光 只有一片平静如死水 令人毛骨悚然的海面 无形的电波 回荡在太平洋之上 带来了远方的警报 暴雨红色预警 未来六小时内 将有200毫米以上降水 伴有雷电和风暴 预计可达九级风浪 请相关船只 做好避险准备 呼啸的狂风 从一艘摇曳的 气象观测船之外 驰骋而过 带来了惊天动地的巨响 没过几分钟 伴随着一声 笼罩了整个太平洋的 沉闷声响 雷鸣之后 暴雨倾盆 厚重的雨水 如同莲幕 遮蔽所有 从未曾有过 如此惊人的天象 将大半的太平洋 六分之一的陷阱 都笼罩在其中 因此而衍生的狂风和乱流 波及了三分之一的世界 海量的雨水降下 如同厚重的毯子 覆盖在了陷阱之上 而在预警之下 做好防灾准备的人们 已经早早地回到了家中 坐在暖炉前面 等待着风雨的到来 享受着久违的假期 安宁闲逝 没人想着 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之中 向外窥探 亦或者启动望远镜 去观测星辰 此时此刻 整个陷阱都在 揭幕者们的认知操作中 忽略了即将发生的变化 可倘若穿过暴风雨 向内航行的话 就能够看到 平静的海面之上 没有丝毫的暴雨 和狂风的存在 静谧如以往 只有浩瀚的轰鸣回荡 如此高亢 来自天穷之上 无形的天轨铺设完毕 一道道巨主延伸而出 向着烈日的所在 而在月球中轴的拖叶之下 庞大无比的巨垢 在深度的真空之中运转 落在了那耀眼的烈日之中 伴随着陷阱的呼唤 三柱的投影再度于此显现 环绕着运转的烈日 彼此交错 显现出世界的核心 但此刻 就在核心之上 却有庞大的钢铁结构 展露而出 就像是骨架一般 锋芒毕露的猙獰模样 映照烈日 泛起铁光 随着一座座巨垢到来 它们自骨架之上嵌合 重构 运转 便渐渐浮现出 宛如巨轮一般的模样 太一工程 与此开始 穷尽陷进所有大型攻防的力量 十一位大宗师的心血 统侠局之物力 存续院之技术 乃至理想国之狂想 以及 太一之创造 集合了炼金术的无数精髓 参考了昔日涌动卢星的结构 抽取陷进的物质 和无数宇宙天体 以烈日为熔炉 铸造成型 此刻 仿佛戴森球一般的宏伟结构 环绕烈日而成 十二道聚环层层嵌套 内外交错回旋不休 同三柱结合为一体 自此与太一同存 就像是烈日的假咒一般 笼罩全境的大秘仪延伸而至 无以技术的权限 衔接完成 真正的 贯通三大柱时 串联全境 将整个世界化为一体 这便是一柄掌控一切的钥匙 自此之后 陷阱的一切 将在太一的意志之下运转 可同时 这又是烈日为自己所创造的求龙 一旦太一确认失控 那么全境的力量将反过来 凭借这一渠道 对太一进行压制和封锁 陷阱将这一份力量授予怀施 一同到来的 还有他所盼望的智骨和枷锁 当最后的构造完成的一瞬 真空之中 如潮的光芒喷波而出 掀起了未曾有过的波澜 瞬间遍及全境 令世界自明洞之中 迸发回声 如此幽远 回荡在怀施的耳边 边境伦敦 高塔之上的怀施睁开眼睛 抬起了手掌 五指之上的空气里 有铁金不断地增值 构筑成了太阳的轮廓 现在 他便是货真价实的助日者了 不只是如此 日照 潮汐 狂风 暴雨 地震 山巒 江河 乃至一切 都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 只要他愿意 甚至就连包括引力在内的宇宙常数 都可以随意地改变 怀施看了一眼 又看了一眼 终究是没勇气去向维系 所有人生死的那几个权限 伸出自己最恶的小手 收回视线之后 往上面加了几把锁 能别乱动 还是别乱动了吧 最起码 等白银之海转移完毕 所有灵魂去往天国之前 有些东西 还是别乱动的最好 就在全境表决结束之后 又过了三天 全境会议正式做出了 全面推行天国计划的决定 并为此公告世界的这一天 陷阱管理委员会成立 不再是怀施所提出的 神髓之珠的管理 而是更进一步 将更多的威权 赋予了太一的同时 也是以陷阱的治股 而作为被管理者 而列为其中的怀施 则担任执行委员的职务 同时 陷阱管理委员会 也成为了天国计划的一部分 全境会议在得出结果之后 新的部门和机构 就开始了组建 由陷阱各方选出代表 加入其中 接管全世界的威权 负责推进和实施天国计划 其权力真正地凌驾在了 整个陷阱之上 并具备着未曾有过的优先级 所有陷阱的成员 都要领受这一机构的支配 包括且不限于常人 升华者乃至学者 和炼金术师 时隔这么多年之后 理想国 统侠局和存续院 为此而完成了联合 正如同数百年前 诸神黄昏时那样 全世界的力量 再度汇聚在一处 无分地域 国家 种族和谱系 再度以自我之手 去开创未来 天国机构 自此而成 而作为天国计划的设计者 推动者和主要执行者 怀施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管的同时 在其中担任主导地位 真正的 把控全局 会长 自统侠局的提议里 怀施陷入了恶然 天国计划还未曾真正开始 目前只是启动了准备阶段而已 这么快就要将这样的权利赋予我吗 哪怕是他已经有所预料和准备 但那也应该是陷进深度化 完成之后的事情了 或早或晚而已 代理秘书长马利昂说 一旦天国计划开始启动 即便是没有这样的名义 你也将逐步具备这样的权利 作为理想国的书记官 同时又得到了存续院的认可 按照惯例 这本该就是属于你的位置 何不名正言顺一些呢 怀施沉默了许久 无声叹息 实话说 我没想到统侠局会主动放弃 自身的主导地位 为何做出这样的让步呢 天国计划一旦开始 统侠局必然会为此而运转 而天国计划结束之后 倘若失败 我等自然荡然无存 马利昂淡然一笑 平静地说道 倘若成功的话 统侠局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不只是统侠局 还有理想国和存续院 如今的天文会 正是基于否定地狱 展望天穷的理念 而建立而成的 也为此而运转了数百年 经历了诸多冲击和动摇 创造无数 同时也必然带来了 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现境诚然不可缺少天文会 可天文会的必要性 也正仰赖于深渊的本身 当深渊和地狱荡然无存之后 这般的庞然大物 便不应该继续存在 为了人世的正常运转 也为了将所有人 从这一份渐渐沉重的压力之下 解放而出 理想之未来已经实现 那么统侠之秩序和存续之铁 则便已经没有延续下去的根基和土壤 倘若无视了这样的现实 继续存在下去 继续掌控一切的话 哪怕是没有变成主宰和掌控所有人的神明 也终将被所有人推翻 那么 何不谋求一个体面的退场呢 倘若新的世界未曾到来 那么无等将长眠于永恒的虚无之中 无愧于职责和自身 倘若新的世界和未来真正的到来 那么到时候 那一片崭新的广袤天地里 也一定会有自身的用武之处 届时 天文会的解散 将不再是令人悲伤的灾难 而是囚龙的破碎 属于这个世界的才能 将真正的解放而出 我明白了 怀师汉手 许久 感慨道 没想到 还没上任 就已经注定是末代会长了吗 名字未免不太好听啊 那么 要拒绝吗 玛丽昂问道 怀师笑起来了 昂起头 当然不让 毫无任何的犹豫 将这一份陷阱大权握于手中 难道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谁比自己更有资格 领受这样的权利吗 哪怕他并不在意这样的尊荣和地位 可一路走来 他所代表的 难道仅仅只有自己吗 从成为升华者 不 从得到命运之输的那一天起 他便已经踏上了这一条道路 如此漫长的旅程中 那些将他从裂谷和困境中 撑起的巨人们还留在过去 静静地凝望着这一切 他所成的便是他们所成的 他所拥有的便是他们所应得的 现在 昔日理想国所追逐的天国和未来 才刚刚开始 罗素所追求一生的成果和愿望 已经在他的手中显现 原本所预想的漫长时光和险阻 已经被尽数跨越在身后 他忽然很想要带着这个头衔 回天国去炫耀一圈 仔细欣赏一下那个老家伙的表情 可忽然又有些害怕 不知见到他应该说些什么才好 或许 如罗素之前所选择的那样 不见才是最好 有些相逢和道别 注定只能有一次 而他已经将至关重要的愿望和未来 寄托在了自己的手中 这便是理想的延续 除此之外 不需要更多 五天之后 天国机构的组建自伦敦完成 崭新的办公楼已经拔地而起 陷进的权力之枢纽再造完成 与此同时 所举行的便是天文会会长的继任仪式 自叶戈尔失去之后 这一份至关重要的权力 被正式交托自了怀施的手中 就在整个陷阱的见证之下 而紧接着便是天国计划正式开始的宣告 自一世之上 新任的天文会会长怀施 在各方的许可之下 向征信地按下了大秘仪修正程序的启动案件 宣告天国计划正式开始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大秘仪将开始逐步地进行改造和迭代 直到彻底转换成天国计划所需要的模样 按钮按下的瞬间 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响起 整个会场中的气氛一片欢欣 喧嚣热闹 只有怀施平静地拍着手 似是沉思一样 令所有对他有所了解的人忽然心头一紧 等等 这狗东西 该不会刚上任就要搞事情吧 感觉还缺了点什么呀 怀施忽然叹了口气 缺点氛围和仪式感 寂静突如其来 所有人都陷入沉默 心中一沉 不祥的预感越发清晰 完了 这才刚刚当上会长 就要迫不及待地展现搞事情的本性了吗 你都不忍一忍 装一装的吗 在这短暂的沉默里 怀施环顾着四周 等待着有个人过来 坐一下捧根 问一问会长为何愁眉不展 遗憾的是 所有人都憋着 不说话 直到互相眼神地推扫之后 无可奈何的玄鸟叹了口气 率先开口问道 会长阁下觉得 怎么才能有氛围和仪式感呢 断头吗 玄鸟阁下问得好啊 怀施一拍大腿 眉飞色舞 正所谓 国之大事 再四与融 就是这样的道理 在东下古代 做大事之前 总要找点什么东西记起 他停顿了一下 正色提议 要我看 咱们不如把牧场主先宰了吧 啪 话音刚落的瞬间 屏幕一闪 表决程序的按钮 竟然被拍下去了 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俄联普系的代表 就本能地投出了自己的赞同票 不假思索 甚至反应过来之后 又按了一次 恋恋不舍 恨不得立马把那个按钮按烂 紧接着美洲普系赞同 埃及普系赞同 天竺普系赞同 短短不到五秒钟 各大普系全票通过 代理秘书长玛丽昂想了一下 欲言又止 可看大家喜气洋洋的样子 好像这事 似乎也不赖 挺好 存续院赞同 院长002点头 于是 尘埃落定 天文会末代会长怀施上任之后 所发布的第一条命令 得到了全境上下整齐华裔的认同和尊奉 摩拳擦掌 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执行 过年了 牧场主该死了